監察院今天通過監委螞蟻公等三人的提案 認為美和市聯合開發案 把強制接收的土地出售給私人 違反了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因此申請大法官釋憲 而台北市捷運局前局長范良秀 以及前副秘書長薛春明 過去曾經涉及美和市的業務 而如今卻是新任監委被提名人 所以螞蟻公也呼籲他們 未來應該要利益迴避 美和市聯開案 監委認為當初以新建捷運為由 強制徵收土地 後來卻又新建住宅出售 和行政院的見解不同 因此申請釋憲 本院認為徵收所得的土地 是不可以轉為私有 行政院同意內政部交通部的主張 是認為可以轉為私有 以強制徵收來的土地 它的使用沒有改變 可是實際上變成了另外的用途 把土地分割出去 監委還指出台北市政府 沒有將捷運軌道上的人工平台 列入見幣率 造成法定空地大於40%的假象 也有嚴重的釋法性爭議 而監委在月底就要認滿 新任監委被提名人 范良秀和薛春明 曾是北市府官員牽涉美和市案 監委呼籲要謹守奮計 跟這個案子有關的人來本院擔任委員 希望他們能夠遵守這個迴避的相關規定 利益迴避是非常嚴格規定 我想所有在院裡面的同仁 對於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自己也會斟酌 調查本案的監委都沒有連任 但強調案子不會全部歸零 美和市連開案 爭議不斷 先有B案被起訴 現在又要釋憲 難怪外界對官商勾結的疑慮 虧之不去 郁電TV 賴尚志剛 台北報導